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要和你分享的文章名字是 马东一句话引发争议 在职场请戒掉你的情绪 作者 作子先生 最近马东的一段话让玻璃厅的网友又炸毛了 事情是这样的 马东接受采访的时候说 自己公司招聘过很多员工和实习生 但是他评价他们的时候会很看穿一个细节 那就是这个人有没有事在人先的感觉 他很看重这一点 一直提上员工要有事在人身的意识 具体是什么意思呢 他解释说 既然来工作 那你生活上的事是另外一回事 工作的时候不要把生活里面过渡的情绪 带到工作上面来 面对冲突的时候解决冲突 面对困难的时候解决困难 不把情绪带进去 工作的事情在个人情绪前面 也就是事在人先 如果在遇到事情的时候 更多的是把自己的情绪摆在前面的 这样的人就是人在事先 那么他就还需要成长 马东算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企业家了 当年他从央视主持人辞职回头后开始创演 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 他旗下的米味床妹 连续推出奇葩说 奇葩大会 饭局的诱惑 乐队的夏天 估值几十个亿 他在创业的过程中 招聘过很多人 也和很多人打过交道 说出这样的话 也算是一番惊艳之谈了 然而就是这样一段话 却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许多人在评论区开始反对他 虽然有这么多人开嘛 但桌子还是不得不说一句 马东说的的确有道理 至少对我来说 听着这一段话 我获益匪浅 在工作的时候 把工作的事情 排在自己的前面难吗 其实不难 但是很多人 根本意识不到 或者说 他们不认为 这是一个问题 那些真怕自己 多做了一点事 老板就这样的 那些自由散漫 总是把个人 情绪封在最前面的 那些不去好好领悟 道理就直接开骂的 我可以说 他们这辈子的格局 就这样了 聊一个真实的故事 以前我在一个教育公司工作的时候 担任部门负责人 我看见员工里面有个女孩 表现得不错 个小能力都很强 于是我有意培养她 当项目的负责人 让她带团队 那时项目比较凯 没有签计考核 就让她走马上任了 可是就因为这个决定 我毁的肠子都要清了 这个女孩 就是一个人在事先的人 项目进行到一半的时候 她把太多负面情绪 带到了工作上面来 和男朋友分手了 她要把脸色给底下人看 和父母吵架了 她在办公室直接摔手机 最可恶的是 只要是她心情不好 即使你工作上有事找她 她也不接你的电话 她是把个人情绪 都摆在第一位的 遇到一点问题 她首先想的 不是去解决问题 而是抱怨 退卸责任 或者干脆是逃避 当时我们这个项目 进行到一半 又不好换人 她情绪差的时候 我只能在一边干着急 没有任何办法 最后我们这个项目失败了 公司亏了不少钱 主要责任在我 而我主要的失败 就是没有在这个岗位上 找到一个合适的人 后来我和公司 一个比较了解 她的高层聊天 她说了一句话 我很认同 她说 这个女孩 如果不去成长改变 她在职场上的高度 可能就止步于此了 是的 你总是强调 自己的情绪 过分看重自己的感受 工作怎么做得好呢 后来我很害怕 遇到玻璃心的人 和玻璃心的人共事 简直是一场灾难 他们永远把自己的情绪 看得无比重要 你可能一句话没有说 就得罪了他们 沟通起来很困难 工作更加难以推进了 可能有人会说 是人就有情绪吧 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啊 这个话是没错的 但是生活中 如何处理情绪 是你的事情 不把私人情绪 带到工作中来 是一个职场人 最基本的素养 在职场上 就应该借掉情绪 因为没有人有义务 要问你的情绪买单 有一句话叫 对事不对人 工作是工作 私人情绪是私人情绪 不能把两者混为一摊 某BAT体量的互联公司 发生过这样一个事情 有一次 公司明确规定了 战略规划 给业务人员开会 提出要求 下一个季度 要达到200%的增速 问大家有什么办法呢 一名销售VP说 非常有难度 一直抱怨不停 并且说了一大量 阻碍从头的理由 创始人立马打断他 对不起 你没听到我的问题 我问的是 怎么增长 不是问 怎么不能增长 后来在业务立位上 再也没有见到 此人的身影 这个人被辞退了 行业人都知道 桌子说的是哪个公司 那个被辞退的人 他就是把自己的情绪 放在工作的前面 一听到要增长200% 就心生抱怨 悲观情绪过一场多 理由一大堆 其实这个人 也是许多多职场的人的 真实写照 同样一个问题 不托人去做 得到结果是不一样的 我之前就遇到过 这样的事情 公司提出 要和境外某个单位 达成合作 同事A 同事B 同事C 都说这个太难闷到了 第一 没有资资 第二 没有资源 第三 反正和上面那个 被辞退的人理由 大同效应 而同事D 单晚就做出了一个 完整详细的PPT 没有资职 那我们可以去借一个 没有资源 那我们可以自己过去拜访 并对老板说 要达到这个目标 你必须给我多少资金 然后老板 你自己出面帮我解决 妈妈问题 你看看 事在人先的人 和别人是完全不一样的 他把工作 排在了个人情绪前面 满脑子倒是如何解决问题 而那些 无个人情绪 只想到做不到的人 这辈子就做不到了 后来老板 却是给了他资源 政策上的倾斜 虽然公司付出的代价 和他当初计划的更多 但是最终 还是达成合作 他也因此 晋升了职位 为什么桌子 今天要讲 事在人身 这个概念呢 因为你如果真的学着 用事在人身的思维 去工作 你会发现 自己在职场 成长的速度特别快 我的上一份工作 是在教育公司工作 而我的在公司里面 提升最快的主管 原因也是因为 这有这样的思维 记得有一次 我们去对接一个 很大的合作单位 但是由于对自己的同事 没有到位 我们到达之后 常管一批混乱 可以说大部分人 都在抱怨 说合作单位 如何如何不行 对接的同事 如何如何不靠谱 甚至有人在那里 弯磁了手间 但是我和他们不同 我的严厉 只有接下来的工作 如何顺利进场 于是我自己 动手布置和规划 并把他们都动员起来 布置好任务 只是一开始 没有对接好 但因为我灵活的处理 接下来的工作 也顺利开展起来 我就因为这件事 或许之后 就进身的主管 当你严厉 只有事的时候 你会想尽 千方百计完成 而当你严厉 只有负面情绪的时候 你就一直陷入 负面情绪里面 所以请收集你的交情 坚持你的玻璃心 职场是最不需要眼泪的 道圣和夫说 职场不需要无谓的情绪 即使你抱怨再多 受到的委屈再多 当下最要紧的一件事 就是先把工作做好 把工作做好之后 你再去发泄情绪 调整心情 这才是一个 成熟人概要的心态 其实职场上 90%的问题 都是情绪问题 职场人切记要 接下情绪 把情绪 带到工作里面来 最后吃亏的 还是自己 我们应该思考的是 在我们的生命中 有什么东西 是大过我们自己的脑 它可以是信念 格局 信仰 但是这个东西 一定要排在我们的前面 如果一个人 总是把自我排在前面 把自己的感受 排在这前面 那么这个人 格局就这样了 人和人之间的区别 是什么呢 是思考方式 是世界大小 而这些东西 就决定了一个人 一生的命运 事在人先 人一事先 无人工作 还是生活 我们只有保持住 对事在人先的追求 才能够不断进步 去实现那个 更好的自我 愿你我 共勉之 任何自在想一想 当你遇到 不开心的事情的时候 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比如说 想要遇到人 在开泰的时候来骂我 我的第一反应是 应该说 我以前的第一反应是 你吃错药了吗 你有病吗 我得罪你了吗 还是怎么样 你有事没事干嘛 就是我的反应是 我可能直接要回过去 可是现在你骂我 反应是 谢谢你来看我 谢谢 谢谢你帮我宣传 谢谢你骂我 我会再改进之类的 就是我文言态度 就不一样了 这个就跟情绪 是有很大的关系 在文言当中 提特过情绪的部分 我们其实很多时候 真的心情很不好 什么事情都不想做 那当然我在打游戏的时候 比如说 我在文言问过觉醒 我又心情很不好 所以我就不太想理人 我就不想说话 他们问我说 你干嘛不说话 我说我心情不好 不想说话 不要惹我 我会很白跟人家 说你不要惹我 我情绪不好 那当然 如果有这种白目来惹我 那一定会被我骂 是不是 我一定把底线画给你了 你就不要来猜我的点 那平常的时候呢 原来我也是会 像这样子 情绪不好的时候 如果妈妈跟我说一些 很不顺心的事情 或是 就是 妈妈有时候很啰嗦嘛 平常心情好的时候 或者是一般的时候 她怎么讲都还好 情绪不好 都觉得她特别烦 就想要烦骂她 就想要顶嘴 但是所以 其实这样不好 因为在情绪当下 一不能做决定 二不要去跟人家 做过多多交流 因为你真的会把情绪 撒不到人家身上 如果你没有办法 控制住自己情绪的话 当你情绪上来的时候 你一定要控制住自己 就沉默 或是告诉对方 你像情绪不好 那么让你安静一下 当然如果对方一直 切而不舍地挑衅你 那你也没有必要跟她客气 该骂 还是要骂的 反正 你本来想要自我消化 但是她又坐上门来 给你消化 那你根本不消化呢 对不对 然后关于 事在人先的问题 我也觉得 遇到任何事情 应该先解决事情 而不是说 哎呀我这个不行 哎呀我那个不行 其实你说你不行 你真的也没有解决问题啊 其实哭 也解决不了问题 骂 也解决不了问题 所以大家还是有概念 事在人先 我们凡是遇到事情的时候 先解决事情 看事情能不能解决 如果不能解决的话 我们就尝试的 不叫逃避 是退后 退一步方式解决 我们可能不能 百分之百解决吧 那百分之八十 百分之七十 可能解决的不是那么完美 但尽管是解决的不是吗 希望今天的分享 对你有帮助 那么明天就会再见啦